好了, 歡迎收看曲落 現在時間是2019年6月19日 晚上22時04分 我是律師伯義 今晚就做一做 Owner Assessment 兩題問題 開始了 好, 給一個 Boundary Search Tree Boundary Search Tree 即是最左的是最小 右邊大 Lawless Higher Spawn Tree L & R Trim the tree so that all elements lie in LR You may need to change the wood of the tree so that it's burned OK OK 這一條 先想想 真心覺得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 真心覺得這一條有點難度 OK 這樣吧 在它的Sample裡面 應該是用DFS來做的 DFS去做的 不過呢 就 有件事要注意 就是要留意一下它 它 嗯 向 下行的時候 那個Wood 究竟有沒有Out of Bind 什麼樣的 試一試做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有紙筆的話 應該會比較容易 想 不過這個時候呢 我的紙筆 又沒有展示到在畫面上 所以就比較難解釋 我懷疑這條是可以直接用DFS來做DFS的 但是,它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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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一個L的話,就Return 按回 它 OK l r else if wood.l 小 等於r 的話 那就 wood.l left 就等於r 這個 wood.l 就等於r OK 似乎答案很自比 我想像中簡單 OK 這樣 low point 擠 它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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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421 304.No.2.No.No.In 这是第二个简单 304.No.2.No.No.1 304.No.1 OK Output是夹了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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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对啊 304不是应该output一个0 为什么它output out 如果我放一个304 3 啊 OK 304 No 2 No No 1 对啊 现在这个情况 这样的话 怎样啊 对啊 3 2 3 3 0 3 2 1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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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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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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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這個難度是Carrie不能夠向前Carrie 還有它有機會進位的時候要向左邊再Output一點 這個是整條問題所在 這樣 我想要用Recursion來回答 但是如果連結結尾長到一個點 例如有1100萬的話應該會爆 如果不用Linness去回答的話就用Stack去做 可能用Stack會比較簡單 就用Stack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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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用Stack去回答 我先去回答 1 2 4 5 6 7 8 8 9 9 10 11 11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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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喂,Hello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們想什麼 黑敲到門,看一看我自己消失了 你 你 i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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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也簡單寫寫室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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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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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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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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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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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到最後Construct的東西都是要反過來Construc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Compile Error 65 Compile Error 好了 答案出來了 不過這個 它本身給的Sample是沒有玩到盡位 所以我要自己做一次盡位的測試 OK 進了一個位 然後下一個 就是要做一個 加位的測試 OK 我忘了做0的測試 算了 過了 OK 有沒有馬上有result Is being generated 即是要 呃 什麼 那 好了 那就說回這兩條問題 呃 第一條問題 它說是easy 我就覺得 呃 怎麼說呢 如果你是手上有Compile Error 可以立即做的話 這條是easy 如果你手上沒有的話 這條應該是medium字 呃 呃 始終 就這樣 直接 Return out 然後樓上的人 怎樣處理 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問題 這些事情 我相信 你當然在這條題裡沒有關心 但是當你是憑空去做的話 你這些位置會有些少爛頭 而且我剛才做的時候 自己都 都 做錯了少少事情 例如這個Left和Right 反轉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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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 講一講的答案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每一個Node做一次DFS 這樣 那 就 它遇到那個Node 如果在那個範圍的話 就留下它 接著就要PASS 左右兩個Node 再用LRChimp 那如果它本身 它自己是超越了那個範圍的話 如果它太小的話 就叫它由右邊頂上 如果它太大的話 就由左邊頂上 這樣 那如果兩邊都沒有東西頂上 那它自然會生氣 這一條就是這麼簡單 OK 不過它是否容易 憑空想像的話 它不是容易 我個人覺得 OK 然後Add to Number這一條 我之前就曾經試過做一條 Add to Number One Add to Number One 本身這一條就是 反轉來 即是它本身它的LINK LIST是反轉的 OK 這樣會簡單很多的 做進位的時候 但一去到這個 正常的次序的話 這一條會難 那 因為它那個進位那裡 它要向它 前一個路去做進位 這樣 但是你又沒有POINT 那於是你要特意開一條 ON的LINK LIST 出來儲低它那個 然後再向上做 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變成ON2 我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ON2 要是DFS 要是DFS DFS的話 其實你的Memory都是ON 而且一走進去DFS的話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Memory都會落去Stack 然後你做好快就會爆Memory 那是一個 很慘的一個做法 所以就不太建議這樣做 那 那 所以好像我這裡 這樣 隨便找一條LINK LIST 安裝完結束 然後再把LINK LIST 那這個 是會比較 白癡一點 沒有什麼 不Chifil的做法 這樣 那 是不是一個比較Chifil的做法 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DFS 如果你是去建功的話 這個方法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覺得 你Chifil一仔 OK 那 暫時 今晚的分享是這裡 OK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